好我们来看看奥币啊 奥币在四小时当中 其实他从四小时单纯的来看的话 这是一个单边下行的趋势 并且打破前方的低点 打破前方的低点等等等 这些低点全部被打破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奥币是走到 这样的一个 XAB的一个 1.618和414的一个扩展位 那么同时这个位置来看 我们昨天分析到 它其实是一个周线级别的低点 大家注意啊 它是周线级别的低点 这个是16年12月份的低点 16年的这个5月份的低点 5月份12月份的等等等等低点 但同时出现在0.72这块位置 但是我们就 注意看 就是这个地方我们 反复强调过 就是大家可能 未来对奥币朝底的一个机会 但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在日线图当中 昨天的一个收线也表现非常一般 那么昨天的像 奥币的这个收的一个相对比较短促的阳线 我们看到 它似乎是没有只是任何 在此注定 并且反转的讯号 所以说我们 投资人现在对于奥币的看法 就是说 好像大家都在期待 它什么时候可以反弹 那么我给大家建议就是说 我们可以先做比较稳健的打算 那如果 比较 想尝试去朝底的话 那这个位置我当然 当然 毋庸置疑跟大家讲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位置 0.72 那可能时机还没有到 所以说 我们给予最保险的选择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做中长线的打算 去做一个 底仓的建立 去做一个底仓的建立 我认为从交易的一个逻辑上来讲 是可行的 那第二个仓位建立 就是说 或者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底仓 分两批来建 我们先建一个清仓的底位 一个底部 然后等它底部形态出来之后 咱们再把这个底部的第一单 然后再把它给予完善 慢慢的行情走出来之后 向上不断的去反转 把关键阻力破位 然后再不断的加满 今天我们再来看黄金的话 好像狭迫的意愿更强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注意看这个强弱的变化 就黄金在1211这个地方 实际上它 你看 越往上侧 它的一个 你看 它的位置越低 侧一次 123 对吧 它是一次往下去排比的 这种 你看 在这地方你看 高度它是一直往下去排比的 说明上方的压力很强 上方的一个迈空的压力很强 但是我们看到 现在黄金在1200这个地方 它的一个向下 侧这个支撑的力度 一次比一次低 说明什么呢 说明它 下破的意愿 目前来看的话 是更加强烈一些 所以说黄金 就现在的走势来看 它的一个空头的一个力量 在持续的 在持续的 进骨1200这个地方 可能不会 可能不会在这个 可能不会在这个地方再度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支撑 那一旦破下去的话 黄金可能又是一个比较大的空头 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地方要去观测它的话 我觉得1200这个地方是作为黄金本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本水率 那本周它如果在1200破下去的话 我觉得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路径当中 或者黄金的交易区间当中 可能就是在1200到1160 差不多40美金左右的一个空间当中去 逢高做空啊 或者用中计去做空它 所以说1200作为黄金本周的一个分水率 它对于黄金的多空抉择 起着决定性的重要的作用 好 这个地方你看 我们看力度就知道 123 你看这个地方 123越来越低 高点是 往上侧的时候是没办法创新高 但是往下侧的时候 你看 一次比一次低 那这次如果再打个新低 三倍破下去的话 就是四 这种力度一旦下来 黄金可能的空头就会重新开始发力 现在来看的话 好像有一些 现在单纯的来看的话 好像有一些这个力度还有一些不够 就还差一些这种消息驱动 比如说今天晚上如果美元在今天公布的 美元在今天晚上公布的 这个PMI 8月份的PMI制造业指数 如果非常表现亮眼的话 表现非常亮眼的话 那么再加上9月份的一个加息的预期进一步强化 等等等等 我觉得都会在那边推使美元的上涨 同时使得黄金的下一步做空的力度会有所增加 空头的筹码将会持续的增加 那么最近去看这个 FET的去看这个黄金的一个近多头的持仓啊 其实在不断的又在不断的接码 它的一个空头包括最近美元的多头 在不断的形成一个这个机构 机构的多头市场上大户的多头啊 都在不断的加码 所以说总体来看美元又有走强的趋势 那么在美元走强之际 我觉得黄金它不太可能会形成跟美元相抗衡的一个 黄金的一个资金的流入啊 包括多头的持仓啊 不太可能跟美元现在的一个强势形成一个抗衡 我觉得阻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对于黄金来看 我觉得本周它要是真正的是彻底的破掉1200万 因为现在来看的话还没有破 正在尝试第四次下破 就刚才讲的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碰 打破掉这个地点的话 黄金就非常不乐观了